哈喽大家好,这一期想根据我在大学一年中的一些心得体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对大学生会有用的建议和方法 其实我也不是那种已经毕业的老学姐或者什么,我也只不过开学刚刚大二,才度过了大学的一年 但是我觉得这一年的大学生活还是让我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会 所以在这一期里面也希望我分享的东西能够帮助到大家 至于早睡早起,规律作息,保重身体,好好学习这种比较泛泛的建议我就不提了 我主要就说一些不是那么老生常谈的建议 那么下面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大家需要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 我说的利用学校图书馆的资源远远不只是去借书看这么简单 大家都知道上大学之后我们要写一些论文 而且写论文有的时候很让我们头疼,因为我们以前毕竟没有接触过写论文这种事 好多人就去冲中国之网的会员 因为如果要写论文查资料引用别人的论文的时候 就得上中国之网去查虫或者是查询一些内容 但是从中国之网上下载一篇论文,一般都需要五块钱 我没有下载过,我也具体不知道是多少钱 我不知道别的学校图书馆有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就拿我们学校图书馆的网站为例 打开这个页面,它就会有一个学术搜索的功能 在这里面搜索一些你需要的论文题目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论文 它的来源有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中国之网 还有百度文库这样 你可以从里面直接免费下载 这算是通过学校的途径 算是学校给它的学生的一个福利 我觉得大多数大学的网站应该都会有这种功能 这样就可以为你省去很多的麻烦 当然图书馆最主要的功能还有就是借书 我觉得借书大家也不要局限于自己平时看的一些阅读的书 就是文学小说这些方面的书 还可以借一些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书 我觉得这是学校图书馆一个特别宝贵的资源 这个你在外面很多书不一定在书店里能找到 就是你专业方面的一些书籍 而且还有我觉得很强的一波操作就是 就是大学里面我们不会像高中那样 自己买上一大堆题集回去刷 像我以前就是在大一的时候 有的时候高数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 就会去借 它居然也会有一些高数题集 虽然前面都有很多就是以前的学生做过的一些笔记 还有一些打的草稿 但是你就反正将就一下 可以把它借来 你也可以就是用它的题集做题 然后应付完考试之后 再把它还回去 不然再买这种专门的复习门扣的资料也会很贵 而且图书馆也一般都会有一些杂志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 无论是你去买一些书来看 还是你去订杂志 都是既费钱又不好处理的一件事 因为你以后等你毕业之后 你还得想办法把这些你买的书和杂志处理掉 像我发现我们学校有就是它会订一些杂志 而且特别棒的是它会订一些外文杂志 可惜就是只能杂志是只能在图书馆里看 不能借回去看 因为它害怕损坏或者丢失 虽然现在也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杂志的资源 但是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同学也可以去看一看 自己学校的图书馆有没有一些外文杂志 或者是就是中文杂志可以借阅的 学校图书馆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有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 就是同学们去借书的时候 可能都是从它现有的书籍里面查询 有没有馆藏 或者是直接去图书馆的书架上面 看有没有自己想借的书 但是其实你如果有一些想借的书 你可以直接上图书馆的建构系统 就是向图书馆去推荐一些你想要看的书 像我们学校图书馆在建构里面 就需要填写一些就是当然基本的题目 还有作者都需要填 然后有一栏是建构理由 在这一栏里一般就是如果我要建构 其实是一本文学类的书 我就会努力地把它吹捧得特别是特别高端 或者是特别学术 因为就是偏学术类一点的书 只要你向学校图书馆建构 一般会审批通过 但是有些看起来不那么正经的书 或者又特别贵 这样不一定就会通过 但是我之前建构过几本 就是真的很贵的那种绘本 就是很厚 而且一本都要几百块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当天审核这个建构书目的老师心情一好 就给审批通过 而且当时赶在双十一的时候 我建构了一大批图书 都基本上都通过 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买书的钱 还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图书 或者如果嫌麻烦的话 这种建构的理由 其实可以直接上豆瓣 去复制一段他对这本书的介绍 而且这些书的信息 比如说ISBN编号这种 都也是可以在豆瓣上面 很方便就可以查到的 关于图书馆 我们大概就说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我毕业之后 肯定会非常想念学校图书馆的 毕竟也只有在大学 或者是研究生期间 才能有这种 就是可以免费看到很多书 而且尤其是一些学术性的书籍 这种机会 等你真正工作了之后 很多书都需要自己花钱买 然后现在书又特别贵 所以我觉得学校图书馆 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 大家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好好利用起来 接下来我想说另外一个 我觉得需要具备的特别重要的能力 就是自己去检索获取信息的能力 乍这么一说好像听起来特别高大上 但是其实我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要有能力去寻找 并且获取一些你需要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像我就很喜欢到处看一些展览 还有参加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活动 去看一些美术馆还有博物馆这样 所以我就需要一些渠道去获取 最近有哪些展览 或者是什么就是这种活动的信息 然后我就会去关注很多这方面的公众号 或者是就是在一些固定的APP上面看 最近上海会有哪些展览 包括我有的时候去别的城市旅游 我也会关注一些别的城市 有哪些博物馆 或者是当时正在进行的一些展览 像我打开我手机的关注的公众号里 这一栏就几乎全部被上海各种活动展览 艺术展览 还有各种这种公众号都全部承包了 顺便悄悄打一个广告 这个三月拓的茶会是我自己的个人公众号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里面是一些我写的文章 所以当有些同学都不知道 他们周末想玩去哪里玩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 就是每个周末都会感觉时间不够用 就一天有的时候要去跑七八个地方 去看一些比较小的展览这样 当然这就是像北上广这样的城市 它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所以像有的时候我到周末 我都甚至会觉得看个电影 或者是去逛个街 我都觉得会浪费时间 就是这种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干 但是有一些展览和活动 就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所以每个周末都安排得非常满 像有的时候我的室友也会问我 就是最近有什么好玩的 或者是我都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信息的 我就觉得就是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就直接告诉他们 这些我获取信息的渠道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以后也可以专门出一期 不过可能我主要比较熟的 也就是上海方面的一些 就是这种活动 还有信息来源的渠道 还需要获取的一些信息 当然就是平时看书啊 看剧 还有看一些电影的资源 现在网上对一些资源查得很严 就是下架的很厉害 以前我可以特别轻松的找到很多资源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还需要去费一些劲 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做伸手挡 就是要自己去发现 怎么样可以去获取这些东西 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如果你是事情 就是都觉得很懒得去弄 或者是总想直接问别人的话 我觉得这样你的生活 就会过得一点都不丰富 而且就会很被动 你就不能自己去安排一些有趣的事情 包括有的时候到了小长假 或者是周末我们选择在上学的城市周边去进行一些旅游的话 做工略有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希望那种特别会玩的大佬带你飞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其实你也不一定能玩到你自己想玩的东西 就一定还是要自己掌握主动权 去获取一些你想要玩什么想要看什么 我觉得这种能力在大学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 包括你以后就是你总要去做一些 比如说就是等你工作了也会出去旅游 或者是安排自己的生活 迟早都是需要这种能力的 下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多参加一些比赛和活动 尽量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做的也不是很好 因为我平时就是一提起社交啊和别人相处啊 我觉得就会有点头疼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 我不是特别想去再结识一些新的人 尤其是那种人特别多的活动 像是学生会啊这种 我都是绝对不会去参加的 然后一些就是项目和一些比赛 如果涉及到需要很多人一起协作的 我也不是很想去参加 但是这种态度我自己也知道其实是不太好的 但是我目前还是没有整改的意思 然而事实上这些活动真的是一个自我提升的契机 像我上学期就是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参加的一个英语比赛 我之前在前面的英语学习分享里面也提过 就是外言设杯的那个全国英语阅读大赛 当时是进了全国的总决赛 然后去北京比赛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校内选拔的时候 认识了一些同校的朋友 就是我就发现他们都是特别优秀的一批人 而且我在上大学之后 认识的算是最好的一个朋友 也是在参加那个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先从校内选拔了五个人 就是在这五个人中认识的 而且这种比赛也可以促使你去多努努力 就是去真的是跳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 像我当时就是因为参加那个英语比赛 他是当时在我们九月份一入校就在校内选拔了一批人 然后开始进行一些培训 平时要写一些作文 然后读一些外文的书籍 我觉得其实要不是这个比赛 我可能就是有点懵 就可能和大部分人一样 就是一进大学就把英语放掉了 但是就是因为一进学校就要应付这样一个比赛 我就开始读一些英文的书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惯性 就是后面就开始 有意无意的也会去多接触一些英文的东西 所以说这种比赛其实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提升的 很好的一个督促 而且更不用说 这些比赛如果你拿了奖的话 不仅是对你以后的一个资历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而且还可以有一些奖学金 或者是一些难忘的经历 总之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至于去哪找这种比赛 我觉得大家要多关注校内校外的一些网站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公众号码 虽然我也没有很注意这个 就是经常去看这上面的一些东西 它不仅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比赛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活动 还有义工啊 还有一些海内外的项目 它这个上面有一些比赛 我觉得就是那种不是特别官方 就是门槛比较低 大家都可以去参加一下的 我觉得还比较好 像我 我其实刚关注这个公众号不到几天 因为我也是刚从B站上面 另外一个有名的学习博主 那里听来的这个公众号 然后我就翻了翻 发现它有一些网络上的真文比赛 正好我自己也有在写公众号 我就想着有时候如果闲了 可以参加一些这种真文比赛 反正都是写东西嘛 就是去参加一个比赛也还蛮不错的 接下来的一个建议就是行万里路 我们经常说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在我们高中以前的教育里面 我们一直都在读万卷书 可能在行万里路上就是没有那种意识 所以我刚到大学了之后 也完全就是没有想着自己周末 或者是小长假可以去周边一些地方玩一玩这种意识 尤其是我在高中之前就是人生的前18年都是在偏远的内陆城市度过 去哪里都特别远 就是不经常在国内旅游 只是在寒暑假的时候 有的时候去远一点的地方向出国去旅游 但是尤其是上海 它在这个江浙户周边都特别方便可以去旅游 我主要还想要说的就是出去走一走去旅游的目的 就是如果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普遍会比较迷茫 如果你学业压力又比较大 这时候就是感觉你的脑子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死循环 就是跟自己死磕 每天都会想一些有的没的的事 就是自己这么忙是为什么啊 未来怎么办 像我当时就加上正好11月份上海那边就比较阴天 然后阴雨天气特别多 就每天心情都特别不好 这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每天想的太多了 应该出去看一看 然后我就去苏州玩了一趟 虽然这个季节去苏州玩真的挺不合适的 就是苏州也会比较萧瑟 但是就是出去玩了玩就立即感觉心情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在旅行中看到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 你也会就感觉到就是自己是在为这些更美好的事情而努力着 就是想让自己能以后能过上一些更好的生活 一些风景的一些 而且出去旅游的另外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去找当地你以前的同学或者是朋友 其实我以前一直对这个特别不屑 就是觉得去了又有点麻烦人家 又有点就是可能大家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 然后互相对彼此的情况啊 还有专业啊自己最近在干什么都特别不了解 这样会不会很尬什么的 就本来我也不是特别擅长这种人际交往啊什么 但是就是比如说我去南京的那一趟 我就去见了几个 其实高中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熟的一些朋友 就是认识但是也不是特别经常来往 都不是一个班的这种朋友 但是我就特别惊喜的发现 就是大家都会特别热情的带你去 这个他们待的时间比你更长 他们更熟悉的这个城市去转一转 然后去他们的校园转一转 而且大家其实这么长时间没有见 可以谈论的话题还挺多的 就是互相说一说自己的专业在干什么啊 就是还能聊得蛮开心的 而且有的时候看一看大家 大家的变化也挺感慨的 像我去南京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在东南大学学建筑 然后我就立即感觉到 就是当时我们才上了大学半年多一点 但是他就立即建立了一种那种 就是建筑学生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 就是跟他一起在南京兜兜转转 就特别有趣 就比如说看到一些古建筑 他就会说他们做的一些 关于瓦当的项目啊 或者是一些南京古建筑的一些项目 然后就是我们走在街上 他有的时候还会拍一拍街景 就是哪个地方会比较有意思 就是想自己留下来以后 可以去就是当一个灵感 或者就仅仅是作为一个照片存档 说不定以后就会时常看一看 就会有一些新的体会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可以看到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专业努力 然后变得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在不同的路上走出了不一样的 挺精彩的一种人生方向 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想说的一点就是 如果有想学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想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纠结 一定要立即拿出你的行动力来去做 比如说像我上大一的时候 其实我的课不是很多 就是每天还挺清闲的 但是因为刚进大学 也每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就看看闲书 或者是看看剧看看电影 虽然这也不是一种浪费时间吧 但是就是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后悔 本来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这种很空闲的整块时间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一直在纠结 我要不要学个日语 但是高中因为学习比较忙嘛 就只学了个五十音 然后到大学就全部忘掉 然后大学我就继续开始纠结 就纠结了大一一个学期吧 就最终终于打算学日语了 但是清闲了一年之后 大二大三我们的课其实非常的多 但是我也是既然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 就大一下学期的这个暑假 就开始自学日语 但是还是挺可惜的 就是明显可以感觉到时间特别不够用 就很后悔当时在纠结什么 就本来就应该一进大学 有那么多大把时间的时候 就可以去学这些东西 其实我当时纠结的点就是 我觉得日语这个东西 是我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学的 我又没有打算去日本留学 我也没有什么 就是非要想学一个二外 获得一个资格证 或者是什么这种来证明自己 就是当时就会有一些功利的心态 还觉得这种在一个为了自己兴趣的事情上面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而且我应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达到一个 就是至少可以去日本旅游 跟当地人能适当的交流的这种程度 但是我其实又没有打算止步于这个程度 我是想要就是特别理想化的想 我是希望我能够读一些日语的原著 而且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排剧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可以读一些它原本语言的东西 就像英语 我之所以总是喜欢看一些原版的东西 也是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一经翻译 哪怕它翻译得再好 就是它翻译也可以有很巧妙的意义 但是我就是很想知道它原来是怎么样去说的 就是还是想读懂一些作者原本想传达的一些意思 所以要读日文的原著 甚至是到欣赏它的这种诗歌排剧的程度 就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特别纠结用不用学这个日语 而且当时我还在想就是我英语比较好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考一些就是更高水平的一些英语的资格证 比如说口译或者是笔译的证书 所以我就在这两者之间不停的纠结权衡 就是被自己的这种功利 还有一些思前想后的事情牵绊 反而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学什么东西 就在大学最好还是不要太功利 因为你就是如果在大学这样 本来一个就是在学习的阶段 就老是想一些很功利的事情 这样其实你到了工作之后就更没有时间去做一些 自己真正挺想去做的一些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可以 就是为自己的兴趣去付出一些时间的阶段 一定要好好珍惜起来 而且尤其是做这些事情需要利用的就是大一大二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是稍微 就是你可能专业课有点多 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清闲的一个时段 因为大三大四你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根本没有机会去顾及这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什么之类的东西 另外一条建议就是在大学里需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并且找准自己的定位吧 像我可能就是真的是在上大学之前 对大学是怎么样的一点概念都没有 然后又听了一些直言片语 就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焦虑 比如说就是经常大家都在说 在大学里面一定要去参加一些 就不是社团 是那种就是有组织的像学生会 或者是一些学生组织 这样可以给你的精力 添上一笔特别光鲜亮丽的一种资历 尤其是在国外的大学 就是如果你想要出国的话 就特别看重这一点 这个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因为我真的特别不喜欢参与这种需要有很多人之间打交道 然后就是我觉得效率又不高 然后又会这种社交又会给我造成很大压力的这种组织 然后我真的就特别恐惧 而且又说大学里学习也要坚固 然后就是总之就是觉得你在大学里面仿佛就是各个方面都要做到面面俱到 所以我就真的特别恐慌 但是进了大学之后就是刚开学 发现大家都在各个社团学生会都在招心 我就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到了一个街舞的社团 然后就是学生会这种东西还是就是远远避开了 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每个人只需要做好一个方面可能就够了 就是你想坚持的兴趣爱好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想在大学里面发展人脉 或者是培养自己的这种组织管理能力的话 你就可以去加一个学生会 真的不是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要求自己每个方面都需要做好什么东西 像我一直以来的生活状态 说的如果不好听一点可能就是比较自闭 说的好听一点的话可能可以算是自洽吧 就是我一直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来做 我永远也不会感觉无聊 我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很孤单 当然这样也有这样的不好处 像我真的就是特别不喜欢跟别人来往的话 连别人有的时候说要加我的微信我可能都不想加 而且我也没有去加那些学生会社团 就是学生会这种组织的话 我认识人的渠道就比较窄 像我在大学里面其实我觉得总共认识的可能 就是除了班上的几个同学之外 可能总共认识的才不超过20个人吧 真的就可以到这种夸张的地步 这样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就是多去认识一些人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加学生会或者是一些组织 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的部分 就是他们会组织一些聚餐 虽然我特别害怕这种聚餐 要和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聊天 我就会觉得没话可讲 但是就是这种大型聚餐 你就可以去吃到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像我总是独来独往 有的时候周末和朋友出去玩 也只是两个人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点很多很多东西吃 这样就会感觉特别卑微 继续回到心态调整和找准定位来说的话 大学里面还会有很多讲座 就有的讲座真的不是你想去听的 就是有的时候学院或者是班里安排去听 像我就被安排去听过一些 就是优秀学生经验报告会啊 或者是就是感动校园人物这种讲座 然后去听这种讲座 其实它的初衷是好的 就是向你展示一些特别厉害的人物 并且就是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实际上一直在起反作用 我每次听完这种讲座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慌 就会看到很多人他们的祭典都是 全部都是满祭 而且他们还可以去干很多 就是志愿者啊 或者是支教 或者是一些建筑学院的同学 他就会去一些山村里面去给他们规划 设计一所爱心学校 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就做了很多很多 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排演一出很大型的话剧啊什么之类的 这样相比之下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 就是真的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差 然后听完这种讲座心态就会崩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听完就对这种讲座一定要辩证的看待 就是让它能激励到你自己就最好了 但是就是不要陷入对自己的那种苛求 而且还有一点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初中高中都没有住过校 大学是我的第一次住宿经历 那我可能有点不适应 而且大学本身学习模式和以前也特别不一样 我感觉我在大一这一年心态特别容易崩 就是感觉因为就是学习和生活上的杂事突然多了起来 不像像高中就一心学习就好 像有的时候就是一些我觉得是水课的课 突然又要求小组合作一个pre或者是要做一个项目 我就会觉得大家的合作效率也会比较低 我也不想就是每天大晚上还要出去小组讨论这种事情 就会搞得我心情特别差 或者是一些就是突发的一些小事件都会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不开心 可能也是远离父母而且远离以前的朋友吧 这种时候我觉得就是要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而且多和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聊聊天 就尤其是自己高中的朋友 这时候就是你们去联系的过程中 我觉得即使他不能给你的一些比较困难的现状 给一些特别确切的建议 但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和以前的朋友打打电话 光是听到他们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我觉得关于调整心态包括找准自己的定位 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周写一篇周记 就是你可以不用搞得特别正式 或者你说不定都可以不用写 就是在脑子里至少要总结一下自己这周的得失 但是当然我觉得还是写一下比较好这样你可以经常翻看一下 就是对自己一年下来就看一看自己这一年每一周都干了些什么 就会清楚的能感觉到自己有哪些进步 而且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足 像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一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的 虽然写的特别琐碎 而且很多都关注的是自己心里的一些感受 而不是一些就是自己的学习或者是一些方面的一些得失 因为我好像大一真的也没有怎么学习 然后到大一下学期之后就开始 因为做自己的视频还有公众号就没有再写周记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 这个希望我觉得还是要在大二这一年继续重拾起来 大家也可以和我一起加油呀 感谢观看